加油 雙手比出英文T字母 相鎮臺灣 還亮出金銀頭三面獎牌 臺灣隊前往曼谷參加雅錦賽 綜合格鬥賽事 二十一日晚間回臺傳捷報 大會當下也播放國旗歌 陸凱族勇士尤凱文在九十公斤量級 為臺灣獲得首面金牌 陶一如則摘下銀牌 劉從佑也成為首屆賽事 第一場KO對手紀錄人 臺灣隊總共七人出戰 奪下一金一銀四銅好成績 這次得金牌很開心 但是就像教練講的 明年二月還有比賽 我覺得我自己不能 這樣子就停止訓練 這次是以金牌的目的出發 但是表現的結果 沒有無自己的預期 所以他要重來 中華民國綜合格鬥協會 榮譽主席應小微 也在臉書發文 見證尤凱文拿下金牌 是歷史性的一刻 值得全民為他們喝彩 後班就是團體最佳成績第二名 那第一名是大陸 他們有二十四個選手 我們只去了七個 然後我們排名在第二 所以就是大家成績非常好 中華民國綜合格鬥國家隊 首次進軍亞警賽 也把下個目標放在明年 亞洲室內季武藝運動會 就怕能繼續為臺灣爭光 近所女朋友蔡成佑楊仲強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身分 作詞